大家好,我是Mation 最近我經常血拼 TV Mall 讓我和大家分享 五種我覺得值得回購的 TV Mall 急凍食品 今天脫櫃還很密推介 是一種開箱片 幫助大家充實雪櫃 令到沒什麼好吃的家也有口好吃 如果你剛好來到我們的頻道,歡迎 平時我們的頻道會做小朋友 Programming 的影片 像Scratch一樣 亦有關於HTML、PHP的 Tutorials 有興趣就逛下我的 Playlist 說回我的入貨計劃 其實我會買幾天份量的急凍食品 放在家裡的雪櫃 務求有什麼事起上來 都可以幾天不用外出也沒問題 第一個我買過一盒的就是芝士 不是,芝味 芝味肉醬雞肉千層面 是馬來西亞的 大約好像你的手掌那麼大 四塊千層面夾著三層餡 也沒有一大坨多餘的汁 很稠地圍著麵 所以如果你不夠芝士 就要自己放多一塊 份量其實我覺得是偏少的 就算一個人吃 你最好也做多個薯仔 可以鋪在旁邊拌薯條 千層面本身不濃味 也覺得不膩 汁是好吃的 但肉就若隱若現 麵本身的質地 你都會覺得它是真意粉 是煙韌的 不是很軟很薄 一刀就爛 你見我不夠吃 我就放了兩隻煎蛋 那些不是白汁 如果你好像我沒有焗爐 若膜煎十分鐘 翻一翻它 你看底部 也挺漂亮的 這樣便可以吃 我覺得跟在街上吃到的 還有些距離 但價錢也有些距離 所以也值得 我會給7分或B 雖然我買時是30元 但其實在TVmall買東西 價錢常常可升可跌 舉個例子 這是我相隔兩天買同一枝 蘋果汁不同的價錢 星期二閃購時賣30元 到了星期四 是1996枝 雖然比原價便宜 但我覺得有點復復 所以我現在展示出來的 是我的入手價 緊供大家參考 第二樣介紹的 是澳洲M4家和牛西冷牛扒 平時見它賣109 那天我有八五折 所以我便落搭 試了一塊 看看它有多大塊 尺寸也值得 但對於我這些平民來說 都是比較貴 再做折我一定會買 它不是很厚 但柔柔的很香 貴的東西是不同的 這個我會比8.5 比近9分 下一位佳麗 就是345G的急凍BBQ 雞肉煙肉薄餅 來自Italy 我的入手價是40元 你看它也挺帥 我又忘記拍攝盒子撕破它 現在給殘骸大家看看 它驗明正身 意外馬上發生 披薩比我的煲 去它的網頁看看 看完也不見它哪裏有寫 披薩直徑多長 算了 窮則變,切則通 它的建議是大家用焗爐 不過我只有一個煲 我還是繼續煎 你看它的表面 材料都叫做麥鋪平面 但肉粒很細粒 和很散 未必每一塊都分到 我下一次決定自己加些材料 它的味道是甜甜的 真的很BBQ醬味 底很容易煎到脆 吃起來滿足 視覺上微微微 我會給7.5分 我正在入手其他味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其他口味的情況 就留言告訴我吧 第四位佳麗 是來自美國22盎司的特級春雞 這隻雞 兩人吃就剛剛好 如果有什麼小節日要慶祝 它就是最佳的選擇 它裡面都清洗得相當乾淨 不噁心 我煮它都是一鍋搞定 抹乾水 然後塗 whatever你喜歡的醬 在它不斷醃的時候 我就準備一下洋蔥 芫荽 薯仔 這些 加點醬油 炒一下 炒一下 預備多一點都不怕的 一定要塞進肚子裡 另外那些就在外面圍著它 我買的時候也有八五折 不過這個材料沒有折 我也覺得值得 我相信用其他方法做 一樣很好吃 豉油雞 老套的說句 它真的有雞味 而且肉又不粗 煮起來又相當方便 滿足感爆棚 這個雞我會給8分 無限輪迴回購 最後推薦的是一位 Gentleman 蔥阿伯 最近去不到台灣旅行 就吃一下蛋餅 他說不用解凍 只要找不黏底的拼煎 那就適合我 600G的份量果然非同凡響 應該多過10塊 我收到的時候也嚇一跳 質地就好像北京田鴨的皮 然後上面有一些蔥 表面是乾乾的 煎這個蛋餅皮 你一定要有蛋 然後裡面的餡料就除你 我只是煎了蛋 我就有落到一些醬油 不然它只是脆 沒有味道 脆得來就煙煙韌韌 然後有些蛋味 蔥味老實不多覺 我想最大的落差就是這裡 不過在家裡自己做到來吃 我也不介意 我的入手價是39.2 有這麼多塊我吃了幾天 雖然它沒什麼蔥味 但我仍然會給8分 始終它急凍了 其實也挺難有蔥味 所以我不介意 如果你很介意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以上就是我今個月 HKTVmall冷凍食品推介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對我們的頻道有興趣 就記得訂閱 我們每個星期至少都有一條影片 下次見,拜拜